以黄梦莹大佬投资,黄梦莹以前经常跟着杨米去各种饭职,后面结识了一个已婚大佬,他给公司投了很多钱,所以公司对黄梦莹还不错,杨米对黄梦莹说话都细声细语的。 两株一龙路线,株一龙团队给他的规划设计,是成为第二个王凯,三七维女儿,七维的女儿在家玩口红,把口红弄坏了,然后李承轩就帮他做Lucky,肆无依法捡机票,又肆无依法在机场看到地上有张机票,就捡起来,问旁边的人谁掉了机票,一直没人回答他,最后他才发现那个是他自己的机票, 吴郑爽被打乱计划,郑爽的计划一被别人打乱他就会心态爆炸,他爸爸就是经常打乱他计划的人,并安住了Baby空门,虽然安住了Baby的婚礼很好,但是他其实有点空门,有个居住负责酒店住宿费,但是不包括停车费,于是他就去找服务员要免费的停车券,后面身边人发现就去阻止了他,他当时答应不再要了, 但是后面他还是私下去找服务员要停车券,七,男艺人导演看不上,一个家长圈内背景很明的男艺人出演了一部剧,其实那部剧导演看不上他,但是为了前提只能接受他进组了,八,男歌手俄罗斯转盘, 做泰男歌手刚出道的时候经常去酒吧,还曾经带一个女生,去私人派对,玩俄罗斯转盘,有一次去张演还笑了五只嘴。